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秀兔老师程海潮,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,今天我教大家调出时尚大篇色调 那么圆图它是一个冷和暖的反差比较强烈的调子啊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临近色对比,这样会显得更加的耐看一些 我们可以把色温适当往右移动,移动到6900左右 色调往左移动到最低 这样的话,它的肤色就会黄,背景就是类,黄类是临近色,它显得就没有那么刺激 接下来我们适当加点曝光,对比度加到40左右 高光往右调,调到20左右 然后把我们的阴影往左移动,白色往右移动,黑色往左 通过这种操作,让对比增强 可以适当加一点纹理和清晰度 在调白和黑的时候呢,一定要注意细节 如果过多了,就会让我们的暗部没有细节变成纯黑色 这是不行的,所以说我们要一边调一边观察 好,接下来我们找到校准 校准里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阴影往右移动 把红颜色往右来一点点 绿颜色也是如此啊 然后把我们的蓝颜色往右移动 保和度适当降低一点点 绿色也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降低一点绿的保和,红的保和 再找到我们的效果 把颗粒加一点 这个片子就完成了 然后那个片子上有一个镜头的脏点啊 我们可以在GPS里面再给它处理一下 这里我就不处理了 OK,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一定要记得双击加关注